有個綠菜可以綠到很青綠又不黃的方法想介紹給你們 首先預備一鍋水就不需要太多水 接著下一些油、鹽和糖 洗乾淨菜之後等到水滾就可以放些菜下去 我這次就是綠菜心 放了些菜下去整理一下就可以立即蓋上蓋 蓋上蓋子之後就不要管它 由得它慢慢滾 千萬不能再揭起蓋子 否則就會變成又不熟又不會青綠 一直蓋上蓋子直至它再滾起 慢慢你就會聞到一些菜的味道 之後你再等兩三分鐘就可以吃得了 如果你喜歡吃熟一點就可以滾久一點 如果你喜歡吃不太遠的話就可以錄不要太久 大約一兩分鐘 如果我們錄菜心或者芥蘭 我們都應該整條一起錄 錄完之後畢起才再切掉它 整條菜就會甜一點 完成之後 完成之後揭起蓋子 就可以夾起菜 就可以用刀或者用剪刀剪了菜 就可以上碟 下次你都可以試一下用這個方法 錄生菜 就不會有生鏽的顏色 下次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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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次再見